逆市做老闆,好友轮着餐 昨天林秀怡开新店 得到不少圈中老友道场祝贺 不过有位朋友一枝功力 兼且珊珊来迟 原来是刚刚公布起事的Ben 这次是Ben 在宣布求婚成功之后首次公开露面 静静悄来是不想抢了老闆娘的风球 会不会都开始计划一下 你的婚礼那些场景 暂时不能透露 还有因为大家都知道 所以吃饭仍然很有局限 变成一个派对来说 我觉得暂时还未能想得这么长远 真是正好时间 昨天准元太,Bowie又在社交网站 分享二人在求婚地点的合照 Bowie感谢各方好友的祝福 还表示求婚最感动的 就是对方知道将来的未知 和责任的重量 为柴米油盐和喜怒哀乐负责 文章贴地得来又感醒 真的很感恩有这么多朋友 和我们一起可慶 收到他们的祝福 其实真的要回复讯息 也未必一时间可以做到 所以不如再出一个帖文 多谢大家吧 今天我的大佬街 三个女人一个人的大佬 过来恭喜我 很开心 我都要恭喜他 知道他有喜事 对吧 恭喜你 谢谢 山几雄 你怎么恭喜阿妹呢 当然是恭喜他 看到他 我成家立室 他又有自己的事业 自己有事业 当然是值得恭喜 这头有大哥支持 当然是开心 不过转头来 秀怡成为众此之的 竟然是服装出事 谢谢 今天很厉害 不止事业心强 事业线也强 还有呢 我都不知道 看哪里好 你平时见不少 对吧 对 可能我第一次见他 他这么有事业 是不是 我第一次像一个女人 其实一向都很女人 但有些动静 麻烦你 他还这样休户 还这样走 然后我们一直看着他 他穿到女人 但是他这样走 不是呀 因为始终高跟鞋 对我这个男人来说 都是有点不惯 所以我走路 还是要这样弄